好不過呢 就在國慶日前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又再度的威嚇臺灣 第七月放話說 要粉碎台圖的這個圖謀之後呢 他又在九號的時候 發表了辛亥革命週年演說 我們就對大家來看到了 他說呢 孫中山先生說過呢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 還說呢 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呢 中國人 中國共產黨人呢 要繼承他的意願 那麼另外呢 這個談話當中呢 也包含了像是說要堅持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啊 這種基本的方針 然後要堅持呢 這個一中還有九二共識 才可以推動兩岸的和平 還有呢 他也表示說呢 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最大的障礙 背叛祖國分裂國家呢 是從來都沒有好下場的 那麼另外呢 還說台灣的問題呢 是中國的內政呢 也不容許任何的外來干涉 那聽到了這樣的發言呢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回應了 說呢 辛亥革命呢 是建立是中華民國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是在一九四九年才成立的 所以呢 不能夠略人之美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總統府也回應了 就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根本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那麼國家的未來 也是掌握在台灣人手中 中華民國雙十國慶前一天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紀念辛亥革命為由 對台灣放話 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 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凡是數點忘祖 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 從來沒有好下場 這是習近平7月在中共百年黨慶上 發表粉碎台獨圖謀的說法之後 再度強化反讀論述 習近平重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總統府則回應 國家的未來掌握在台灣人民手中 而台灣人民拒絕一國兩制 中華民國主權獨立 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而且辛亥革命是奠定在台灣 實現的民主共和 而不是威權專制 辛亥革命建的是中華民國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 不能連這個都要列中國國民黨 及中華民國之美 歷史也不容扭曲 行政院長蘇貞昌還說 中國大秀肌肉引發周邊國家緊張 陸委會也要北京放棄挑釁舉措 外媒則說 習近平這場演說的時機 比內容更加耐人尋味 中國透過武力還有言語雙重威嚇台灣 大力鼓吹的統一思想 恐怕難以獲得台灣民眾支持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